萍哥? 王妲瑛? 李佳陀佛? 李佳和菁亚?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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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朋友,我是歡迎回到恐怖一小時的晚上,今天是星期一的晚上, Icy在泰國來回來了 你戴了一天不戴這種眼鏡,不是我傻差禮 這副眼鏡我平時駕駛電單車有時 我覺得有一個頭盔是沒有那個琴 所以我就戴著這副眼鏡 打算不要入沙入塵 這副眼鏡這麼活動 有用的嗎 有的 也會擋到一點 要不然化妝後 我會像天約友情一樣 一直飆眼水 飆到流水 鼻子看到流 你現在去完布吉 為什麼不刻? 對 我也想說 沒什麼刻 因為我只是曬了幾個小時就在泳池 還有沒有什麼陽光 這幾天都下雨 說好的泳裝? 有的 聽到在IG 爆like 你沒有看嗎 我沒有 你不放在我們群組嗎 是嗎 要放在群組嗎 有沒有人看到 阿淺呢 阿淺說說說好的泳裝 有的 有拍到 但沒有放出來 你看看是否多澎湃 這張房子啊 像影片已封鎖 什麼事 為什麼 看看要不要來過 還是什麼 這是什麼來的 你先說一下 有粉絲送給你 是呀 是呀 但需要處理了 是否已經封鎖 沒有粉絲 很重 怎樣拿走 拿幾樣出來 為何突然有東西 我以為誰 知不知道我才想扔出來 因為有人放了反斗車王在這裡 我以為上一首做節目 留下來 我一頓就想而已 我沒有這樣做 我看一看原來是你的 咦 有鹹蛋魚皮 看這些 三級那些 什麼三級呢 我的粉絲不會送這些三級給我的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藥來的 他說我經常CUT 他說買了一些CUT藥給我 因為我前一陣子經常CUT CASERO 什麼來的 原來很大塊 那你用CUT藥給你托嗎 不是呀 因為我前一陣子經常CUT 因為不是CUT就是喉嚨痛 他就說這個CUT藥很好用 挺好的 這個可以在這裡買香港美心 現金券這樣 哇 很多張 哇 夠了很多餐 這裡挺夠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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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開心 有什麼 很多 我吃的都是 哇 很好吃 杏仁餅 杏仁餅 還有什麼 蛋卷 好像我知道我喜歡吃蛋 蛋卷 鮮椰汁蛋卷 這個好像挺好吃 這個正 你真的哪裏買 不知道 首先不是香港 我們是北角 北角 是嗎 那 替你開心 多謝 多謝 都說你做我的節目正 你又說去布吉的時候 去這個機場是什麼 認得你 是呀 你知道我的經歷很好笑嗎 那女兒很棒嗎 都可以 因為我遲了 我整個朋友已經到了 所以我遲了 去到的時候 我的行李箱其實不是寄倉的 是那些皮 冷是皮 其實是花硬的 每一次我都小心輕放 再輕放 其實我整個行李箱都已經小心輕放 幾十個了 每一次我都說這件事 我都覺得很好笑 我便說小心輕放 再輕放 我跟地勤空姐說 然後她在那裡笑 我心想 糟了我有沒有說太白癡 令到她無緣無故笑 然後我呆了呆 然後我又素顏 那你去到 戴著褲子 你要拿著 拿著 我心想 糟了她在笑什麼 我心想 在笑什麼 我心想 然後她 她就拿回機票給我的時候 她就說 嗯 哎呀聽你說鬼故 我心想 哦 阿詹有沒有節目 對呀 我心想 誰又找她出來 不知道 有沒有留言 可以留言 好了 我們這集說什麼 因為一年多集 都說香港不同地方的典故 今集也先說這集的典故 那麼多典故嗎 有 香港有很多 還有我發現 有些人說是猛鬼的地方 我內心就不覺得那些地方是猛鬼 但不知為何很多人會說那裡猛鬼 其中一個就是說魔星嶺 於是乎 找回魔星嶺裡面的歷史 看看今集會跟大家分享到 這一節好像不用付費 第二節才要付費 我們先看看圖片 先說一說讀者來信有什麼鬼故 因為有幾個星期沒有稱讀者來信 好了 那有個讀者來信 他就說佐敦尖沙咀有個工 不是工廠大廈 工商大廈的其中有一座 他就說有個網友 他說2006年的時候 當時在佐敦有一座大廈上班 那座大廈都挺大的 每一層 它是一梯一火的 而且大廈仍然在用舊式的電梯 那公司的名字就不可以 他說因為那間是做貴價的電子零件 全香港不是只有很多間 那當時他負責的職位 就是晚上他就要一個人在 因為他要經常跟外國的零件商 就會下單 所以就要趁他們起床上班的時候 就要跟他們溝通了 才可以下班 那一般他幾點鐘收工 他就是十點多 十一點就是收工的 那很多時候就省錢 在家裡煮東西吃 那公司就有廁所 就有三格廁所的 那其實廁所裡面 如果只有三格都挺大 那有一次他大約十點多的時候 他就見到看奸在門口就照一照 看奸也都看一看有沒有人還沒走 那他伸出來裝一裝 看奸就認得他 知道他還沒走 於是他就走了 因為他通常就省電 門口就是射燈 就沒有開到 那接著他就煮東西吃 那怪事就開始發生了 他煮完東西吃的時候 就要洗碗 就是盯一下食物 知魚廁女 或者媽媽煮了些飯 就盯來吃 那他去洗碗的時候 他要經過三格廁所 才去到洗手的盆裡洗 那他發現了 他經過三格廁所 平時是關門的 從頭就關到腳的那個門 他聽到裡面 啪啪啪的聲音 聽到幾聲啪啪的聲音 然後呢 第一時間 如果是你夜晚在公司 洗完一碗 廁所裡面啪啪啪幾聲 你會想著是什麼 鬼 我不會啦 立刻 如果半夜關牢 晚上十點多 是啊 廁所裡面 就是你很熟悉那個環境 突然之間明知沒有人 廁所無端的 啪啪啪的 還不是有鬼 有老鼠 是 老鼠 他馬上嚇到 黏了 很害怕 就馬上回到外面 Micky Mouse 很害怕 然後就 其實就是 為什麼人們這麼害怕老鼠 但是Micky Mouse 他又不害怕 因為他美化了 但有沒有人美化小強 可能有的 你知不知道有人 把小強的畫像 放進鋪筍裡 當然有很多人買的 不是吧 是啊 真的 然後他又以為是小強 然後馬上拿回一碗 就馬上走 因為裡面的老鼠 封住了 就開突然說是老鼠 但是隔了一會兒 沒辦法了 都急了 你知吃完東西 喝完東西的時候 慢慢縮開一點點 看看有沒有 接著 發現了 開了一格沒有老鼠 馬上去完 然後就走了 沒有理會其他兩格 之後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 他繼續開工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 有一晚 他也是晚上洗碗的時候 洗碗的時候 突然之間那一格 裡面又是有 這幾個聲 敲門聲 那他 呱一呱 打一打一打一會兒 裡面還伴隨著敲門聲 有幾個喊聲 嘆氣聲 男人女人聲 男人聲 嘩 第一時間 你會怎樣 如果我 明知道廁所裡面有人 唉 這樣 明知道沒有人的了 那間公司 公司有沒有分男女廁 沒有 都是三格 所以從頭封到尾 沒有 我應該會不理 因為我覺得 當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應該是 處於十分驚恐的狀態 即不理的意思是怎樣 照在公司裡 是啊 即不會去開門 證實有沒有人 以前的我一定會 告訴你 但我經歷了 見到鬼之後 我發覺那個狀態 自己一個人 是非常驚恐的 即是那件事是無法騙的 那他就比你更害怕 那個網友 即時 就一碗都扔下 就直接衝出公司外面 就跑到樓下 找個石嬌 那有人撞一下膽 他立即跟石嬌說 那公司有人 他沒有想過鬼 是嗎 即是怕有賊 他就說 他立即衝到樓下 他就跟石嬌說 那公司有個人 沒有人 然後石嬌就馬上去 什麼叫公司 沒有人 但裡面有人 即公司只有他一個 好笑 接著就上去 那個石嬌就好人 平時請他吃東西 之如此之類 那個看間就跟他上去 也都看一看有沒有人 周圍在那裡看 那整間公司是沒有人的 連廁所門打開了 一個人都沒有 就有人拍 有人喊聲嘆氣 那你說不是鬼 是什麼呢 那個女人當時 就有少少害怕 接著那個 就打算走了 都不敢留在那裡 然後就收拾東西走 但是那個安保 居然跟他說 有少少東西 那個安保 就跟他說 喂 你都不要這麼晚 自己留在那裡 整天 不太好 即是多多少少 應該知道一些東西 但那裡只有一個出口 出入口 而且一層只有一個貨 基本上不會有人走上來 因為門口只有一個地方 可以進來 即是他講的那裡 現在就大約在 窩打老道 還有 尼敦道 再過了少少 其中一座的大廈 那他千丁萬粥叫我 不要說到哪裏 因為他說 做貴家電子東西 誰都知道 然後 那個警察就跟他說 他說 喂 以前 就是跟他什麼事 那個警察就說 以前上一手的業主 他有個兒子 就在附近 就跳樓死的 就是他不在自己這座跳 走到對面附近的座 就跳下來死的 自從他死了之後 他就沒有見過 但是 做完都要放假的 通常你也知道 大廈的保安就是 一番要六天的 放假一天就找人替更 他說替更就見過 替更晚上上去巡邏的時候 因為他一定要逐行巡邏 他說見到 以前公司沒有人的 他見到裡面公司的玻璃門 有個男人站在那裡 就好像站在玻璃門外面 看著外面 不知道是不是 上一手的業主的兒子 可能生意失敗 可能剛剛沙士的家 在2006年之前 才轉手租給人 或者之前 他就說 看見那個男人 舊的那個 就是梯間的看間 看間 看見那個男人 就不奇怪 可能以為他不開燈 那一照 那個男人就沒有了 那肯定是鬼 而且他又不認得 是死過的人 不認得 正常你也不會認得 就是看間的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熟悉環境的租戶 於是他就 立即知道有鬼 就跟那個看間說 正常上班 一至六的看間說 後來看間就告訴他 那他很害怕 然後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他就跟老闆說 不行 女兒要搞功夫 不可以上班 他就說 你把那個人上班 他就把那個人上班 那老闆 最好笑 這個老闆 就調了另一個男生 逼他回家 因為要到11點 下班才可以 就是訂貨 好了 那個男生回家 就回家 但他又很糟糕 他就沒有告訴那個男生 那天晚上有鬼 哈哈 因為他 說了沒有人願意做的時候 怕老闆就逼他去做 他就不說 但他說那個男生慘到 一個月之後 看他又帶佛牌 又放一些東西在公司 多慘 放一些東西在公司 肯定會出現 還有男生 男生不跟女生相遇 舉例如你請我做事 我很難會跟老闆說 老闆這裡晚上有骯髒的東西 我不敢留在這裏 然後男生都說 你不敢打人 你不敢打人 其實是呀 我想說很多男生都怕這些 而且他們的反應是比女生大 那當他們很害怕的時候 他們會選擇怎樣處理這些事情 那是不是連同事上頭 都未必會說自己吞 然後拿很多護身符 垃圾上身 他那個人就是這樣 那個佐敦公司 真的慘 可以跟誰說 回家跟老婆說 其實男人撞鬼 我都訪問過不少人 上來節目的男人撞鬼 他們可以是 他們那種害怕 我想是撞鬼 男人也害怕 女人也害怕 不過男人不可以表達到那種很柔弱 我不可以無緣 很害怕有鬼 你可以 我不可以很害怕有鬼 我總之說一兩句粗口 然後掩飾 昨晚那種害怕 那種害怕 說得好像很豪 但是昨晚幾害怕 其實幾害怕那種害怕 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想撞下去那種 如果大人大隻的男人走過來 有鬼抱著你很害怕 你也覺得他會留得話 其實是的 例如去那些Ocean Park 那些鬼屋 很多男人 每一年我都會留一些朋友去 但很多男人都會表笑 我真的很害怕 我可不可以抱著你 我會說你吃屎 你死開 那些裝模作樣 因為我看到是閒頭那個 然後後面 不知道有哪個男人會在叫 救命 那些裝模作樣 那些真的很過份 你不是有鬼故嗎 有啊 有啊 你今天講的是什麼 親身經歷 你也認識的 說完才講究竟他是誰 你不要以為沒有害過人 不用怕 其實我開始也是這樣想的 人不犯鬼鬼不犯人 平生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驚 我爸爸教我的 這句真的 我爸爸經常說 平生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驚 但我爸爸經常跟我說 因為他做墳場 我懷疑這句子都害怕 這些句子純粹都是催眠自己 你自己的心情平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半夜我跟我姐姐長期聽 一個禮拜最少聽五次 我爸爸真的這樣跟我說 但我想說 其實除了今世你沒有害過人之外 那你上一輩子呢 再上上一輩子 你真的覺得你沒有害過人嗎 這麼多一輩子來說 尤其是上幾世可能是打仗 或者你都不知道你最上一輩子是什麼身份 或者你不是人 那也有很多種類 即是你相信前世是今生的 我相信的 我一半半 是嗎 因為我覺得上一輩子一定會帶來 今世某程度上的影響 但是有多少影響呢 就不知道 因人意義 那你覺得上一輩子對你的影響是好 還是不好 說真的 即是你覺得上一輩子帶給你的東西是好 我不知道對我來說是否 但是我一般來說 就是這一輩子你遇到的問題 或者什麼都解決不了 都是上一輩子帶來的一些可能 壞事 那你覺得很簡單的說 所以我覺得永遠都是 我把它簡單化太複雜了 你覺得上一輩子給你還是害了你 一定是害了 為什麼 我覺得 有樣子給你 有條腿給你 有難聽說的 有對什麼給你 都不小 你想怎樣 不是啊 我覺得上一輩子 那些人可能的教育沒那麼厲害 你又大學畢業 不是啊 上一輩子 那他學了你的什麼 可能是說 你現在上學都會有些人教你 不知什麼 專師中度 孝順父母 那些什麼 但以前不是的 你天天叫女兒在家裡耕田 認識鬼 哪裏都可以讀書 我覺得你學得多 那你還沒回答我 你現在正在掩飾 為什麼你覺得上一輩子害了你 不知道 我覺得很害怕青根 這輩子 我覺得上一輩子我肯定殺了很多人 噢 噢 我也是啊 任何很害怕血的東西 我進入醫院會瘋狂狀態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是上一輩子殺了很多人 積了很多業 我覺得上一輩子幫了我 說真的 為什麼 覺得 我覺得上一輩子做了一些好事 來幫了我今世 但是我覺得這個道理 反過來 就是如果你上一輩子是一個很好的人 或者你是神仙 或者已經不是人 或者是人以上的東西 那你就會學懂很多東西 你下一輩子就要去投胎 做一個很痛苦的人 或者怎樣回歸 或者學更多的東西 你是印度那種思想 即是印度今世受苦 下世會叹翻那種 即是你是苦行僧那種思想 我覺得 那我也不知道 但你明明貪探完世界回來 即是好沒有說服力 不過我再說一個鬼故事 你再說你那個 好 我上一集沒有說到 我呢 和你準備說那個鬼故事 有一點關聯 我們平時經常會收拾東西 現在可能會少一些 但在以前那個年代 我們經常收拾東西 其中有一件事 他在說的收拾東西 不是收拾家裡的東西 而是在街上 例如我們上一集 例如有些人在街上收拾相片回家 沒錯 你覺得收拾東西而撞鬼 最多的是什麼 你準備說那個鬼故事 我說那個 收拾東西最容易撞鬼 其實真的是 傘 傘 收拾傘而撞鬼 但我最近看了一個網站 我留意到這些人經常在留言 其中一個網站裡面 有一個人留言 他就說他收拾了一件事 挺特別的 而是拿了一架很金的東西 我想浪費一點時間去分享 很快而已 等一下 提外話呢 我想說我收拾了一個錢包 有一個女生讀真光的 你快點聯絡我 我在24日晚上 我家裡樓下 旺角 快去富街 她在那裡 但我收拾了一個錢包 因為我這幾天不在香港 所以我 想著如果你還沒找我的話 是一個學生 那你給學校沒得到 我打算明天打開學校 駕駛電單車給他 就行了 沒有 我打算如果現在突然 你快富街的家裡 外面有沒有掛著 駭雄那些東西 什麼駭雄那些東西 不知道什麼賓館 看看圖片 我再講 我再講 因為很特別 極特別 話說有一個女生 她在賓利法里亞洲 跟她爸爸有一個癖好 因為她家裡住屋 她家裡很喜歡 不同的擺設物 而她們周圍去收拾東西 有一次她去了一個墳場 即是廢棄的墳場 廢棄的墳場 不能收拾嗎 不是 有些不要的石碑 有些是周圍掛在那裡 她跟她爸爸見到有一個像 那個像是一個女生的墓碑 但應該不是放在那裡 即是已經放在那裡 可能換了 或是廢棄了 扔了一邊 她就看到很漂亮 即是不是這個 她是當雕索那樣 當雕索那樣 於是她撿了那個墓碑 就回家 這個墓碑是一個九個月大的女嬰 而且她的名字 她有名字 她的名字叫做Rossaline 然後Rossaline 她撿了回來之後 就看看那個墓碑寫著什麼 原來那個Rossaline 就是1854年那時候死的 自從她撿了這個墓碑 抹乾淨 擺放在一個Basement那裡 就開始有些極奇怪的事情發生 首先 就是她跟她爸爸都撞車的 然後是有一次邪到 她的車後撞到她爸爸的車 然後有一天 她家裡有人打電話來 她的電話跟她說 你先生在交通意外 你們快點來吧 他們兩個就很害怕 然後就馬上駕駛一部車 看看她爸爸的醫院發生什麼事 她到醫院的時候 發現她爸爸的 她是開一部車的 就是那些搭載車的 就已經被人撞到爛了 幸好她爸爸沒有死 當然有安全帶 還有有安全帶 還有有空空 但是她的頸已經傷得很厲害 也帶了兩三個月 幾個月的頸箍 也要做物理治療 才能做回 然後她們 跟她媽媽說 她說自從拿了這個墓碑回來之後 其實鬼都真的會這樣做 她們經常都撿人家的東西回來 沒有理會撿傲悲吧 她們真的有些變態 你想想一件事 我們覺得鬼害人是中國人的 外國的靈性 她們不覺得一定會害你 她們只不過是一件事 她們沒那麼害怕 那些什麼小仙女都可以未拍到 那你知道為什麼中國裡面的鬼一定會害人嗎 或者亞洲的鬼多數都是害羞人的 我覺得是電影弄成這樣 因為鬼害你的時候 你逼著找人幫忙 逼著要花錢 是不是 即是怎樣 一花錢 這件事就很生氣了 因為你有關於 所有我們中國人的任何事情 婚禮嫁娶 死人生病 讀書也好 禮儀也好 什麼都好 所有東西都伴著著是錢的 包括撞鬼 那那邊不是的嗎 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鬼佬 撞了鬼之後 要找個神父給很多錢 然後搞一碟 喝一頓茶而已 送份禮而已 哈哈哈哈 有的人說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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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他怎麼收 有些會給利是,那些不是利是,別人結婚也會給錢,某些地方的人 不是到歐洲都是這樣 說回這對婦女,她媽媽叫她扔掉了,她的女兒,於是她商量都扔掉 扔掉了,她自從撞了車,撞了兩輛車,爸爸又撞了一把,把墓碑放回原位 原來她們的墓碑在牆上掛在那裡,已經荒廢了,已經爛掉了 她就扔掉了,於是拿回那塊石頭放在上面 那女生說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我說了這麼久,這裡才是精靜 她最害怕的是,那女生是1854年死的 那女生死的那天是10月10日 她這樣寫的,我看到她的字,10月10日 她爸爸撞車那天,10月10日 她掛上去才知道,哇,糟糕了 看回10月10日,不是我爸爸撞車那天 她就立刻嚇到爆,然後當然就放回去 從此就再沒有怪事發生了 撿這些真是瘋 為什麼會撿這些回來呢? 有些人去,我試過有個朋友,很多年前拿過一碗 又去哪裡不說,免得去撿 話說西貢有一條村,出名呢 為什麼有錢撿呢? 出名就是做一些很特別的,就是遙戶的碗 不怕我告訴你,什麼叫遙的碗 上遙文魚附近,有些廢村的 他們那些碗,其實我覺得不是很特別 我朋友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他是少進去的地方 有一次就走廢屋廢城 他就看到一隻碗,那隻碗是白色的 然後上面有隻雞和圓形的藍色的東西畫上去 好像那些戰鬥碗那些 戰鬥碗,就是很多年前我們玩 那些叫什麼? 賭大小的那些 有隻碗,有隻雞 沒有這麼精緻的,但畫得很粗糙 你看到一個紅點,那隻那隻 然後他又撿,然後我說 不要撿了 他說房子都爛了,沒有人的 他說我撿就撿了,然後那個人就撿了回家 他還要撿了那隻碗之後 他用來種植物的那些 就是當作花盆 種一些東西,因為它很闊的 然後那個人生病了一個多星期 撿了很快 撿了之後是病了什麼呢? 吃什麼瘋什麼,喝什麼 喝什麼就咬什麼,瘋水 很糟糕那件事 我好像以前在西貢 我叫那些人千萬不要撿別人的碗 是極度糟糕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撿了這碗之後 搞到那件事 其實如果那件事不是撿 可能那些夜蘭譜 用錢買回來的那些二手東西 有沒有分別的呢? 你覺得 即以你的道理來說 撿就說你沒有交易過 你純粹拿了別人的東西 我覺得 如果不明耐力的夜蘭譜 那些東西,你真的不要 除非那件事真的蠢到爆 舉例,可能無端有支結他 是賣兩三萬的 夜蘭譜那裡五千 那沒辦法 這些就拿吧 現在好像少一些夜蘭譜 以前夜蘭譜最多 就是在 窩打老道那邊 八、九間夜蘭譜 他們通常是人家撿大利 去封了一間屋的東西 好了,撿大利封了一間屋 值錢的東西就會放進去 給人買 但有些不值錢的東西 他就丟出來 或者有些人撿粒 清盤,不要 沙發 丟出來的東西 你敢不敢撿那些 我真的不敢 其實我覺得有一次 我家人撿過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不自在 雖然沒有發生什麼事 那件事是一個很舊式的行李 即是邊緣的 下面只有兩個輪 可以這樣拿著 那一隻 為什麼要撿行李 不知道 他們會覺得這個挺好 又說用來擠東西 但是那時候 好像不是香港撿的 是香港人看到的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行李很奇怪 總之最後試試試看 那個行李都沒有見過 還有有些衣服 你去亂買的 你看到一些 新與舊之間的衣服 有些一百元五件的 真的不要買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也是舊不舊 有一季一季的衣服 阿龍也問過我 是我的朋友 他說有一季一季的衣服 日本來是哪裡來的 整個賣 你撿到什麼就是什麼 很便宜的監獎 賣給你 其實你撿了出來 用得的可以買 其實你可能真的能吸收到錢 但是 我們很努力 早前有報道 經常有人收到醫院的衣服 死了那些衣服 洗一洗 就丟掉出來買 那你到處去醫院收到這些衣服 然後就被人買 每個人都說出口 出口的出口 什麼都說出口的 出口的出口的 那你朋友撿到一件事 最容易撞鬼的物件 就是借 是 NICOLE 為什麼她不說 今天 我不知道我今天有不空 但我大致想知道故事是說什麼 她和你一起去泰國 她和我一起去泰國 晚上我們沒什麼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整班女生都不知說什麼 幾個女生 我們四個 四個 四個 然後晚上就開始說 我經常都問她有沒有鬼故 沒有 但是越說越多 從小時候 我說為什麼你無緣無故會做法科師傅 我開始問她 為什麼小時候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還是會開始 她說從小時候已經看到很多不存在的東西 例如她喝茶的時候 她媽媽叫她拿票 看看有沒有開茶給我們 然後她去到的時候 她說 例如五個 她就呆了 因為她是八歲 那時候 然後那個姐姐就給了一張票 然後家人下來的時候 她說為什麼不進去 她說 都沒有位置 全部都是人 但其實整間茶樓都很急 很典型的 她小時候看到鬼的故事 對 也不知道她幫她怎樣解決 休息一會兒回來看看 她小時候收拾了把傘 發生什麼事 還有說一說 浪費小時間說一說 魔星嶺裡找到什麼資料 魔星嶺是我中學的地方 所以我也可以說 休息一會兒見 ふ認可 可以 來 好嗎 skal